花费12万婚戒费和21万彩礼 结婚两个月妻子离家要求离婚 并放言不会退彩礼 还要丈夫赔偿20万精神损失 丈夫陈磊直言是想多了 毕竟结婚两个月才见了两次面 就是第一三金和彩礼都会我个人所有 第二赔偿我现金20万 对于丁小红的要求 连条解缘都十分纳闷 这完全不符合常理啊 还要再赔你20万 对对 你觉得可能吗 还再赔你20万 我觉得不是可能不可能 的问题 这是我觉得应该的吧 我觉得 对此女子却表示赔偿是理所应当的 因为她觉得自己遭遇了骗婚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 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 调解员决定找到陈磊 询问他们夫妻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小区门口 物业人员看到丁小红 就开始劝她要珍惜陈磊 在物业人员和邻居们看来 陈磊平时十分懂礼貌 进出都会和大家打招呼 对待小区的保安也是彬彬有礼 不会像别人一副趾高气昂 瞧不起人的样子 你老婆还很优秀 我跟你说 在这里经历就是对我们 好像是很礼貌的一样的 然而对于这些好心劝说 丁小红却并不当成一回事 在她心里 离婚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自己是不可能再去和陈磊和好 调解员决定 从物业这里 了解一下陈磊的真正为人 是否真如大家所评价的那样 结婚的时候 家里还是很浓重的 他们家里结婚跟我们 物业化的都是和天下 那个中华的 哦 发了好烟 我们这里总是没有 没人发中华的烟 我们说一般结婚还是没人发中华的烟 物业人员告诉调解员 在陈磊结婚的那天 陈家人给所有的物业人员都发了喜糖喝烟 哪怕是打扫卫生和保安都有份 并且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而地毯更是从小区大门口 一直扑到了单元楼的电梯口 婚宴也举办得十分隆重 可见陈家对丁小红是十分重视的 在大家看来 这场婚礼的花费起码是二三十万 本以为丁小红被陈家这么重视 未来生活肯定会十分幸福 却没想到这场婚姻仅仅维持两个月 如今整个小区都觉得十分不可思议 面对无业人员苦口婆心的劝说 丁小红完全不当回事 反而是觉得有点啰嗦 于是带着调解员就往陈磊家走去 然而不管大家怎么敲门 屋内都没有回应 难道是陈磊知道大家来了 故意躲避吗 丁小红拿出手机给陈磊打去了电话 然而陈磊却一直没有接听 最终丁小红把陈磊的手机号码 告诉了调解员 调解员发起了短信表明了来意 很快陈磊就打来了电话 陈磊在电话里告诉调解员 现在已经向法院起诉离婚了 所以他和丁小红之间没有任何调解的必要了 对于调解员的好心陈磊表示感谢 陈磊说自己起诉丁小红要求返还彩礼和三金 这已经是自己最大的让步了 要知道自己娶她回家 已经把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 还给婚介所支付了12万的介绍费 这些自己都认了 但是退还彩礼和三金是自己的底线 调解员了解到 陈磊和丁小红是在婚介所认识的 由于年纪比较大了 家里也比较着急 在婚介所的牵线下 认识了比自己小两岁的丁小红 两人一见面就看对眼了 并且很快就确认了关系 在两人相识一周后 两人就开始策划婚礼了 在两人相识仅半个月 两人就举办了婚礼 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然而这样的婚姻 却没有任何的感情基础 当初很多人并不看好 陈磊表示 丁小红和自己结婚之后 两个月的时间就两人就见了两次面 这是一个妻子能做出来的事吗 这牙根就是来骗彩礼的 自己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现在自己在当地已经出名了 花几十万 娶了个只见了二面的妻子 那么既然现在丁小红要离婚 按照常理来说 彩礼和三金肯定是要退的 那么她又为何表示自己不会退呢 这笔彩礼还在她手里吗 面对调解员的询问 丁小红表示自己已经花光了 并且陈家没有任何理由 要求自己退还彩礼和三金 自己遭受了欺骗 陈磊还要赔偿自己二十万的精神损失 那么 陈磊到底是欺骗了丁小红什么呢 丁小红又为何会有这样的底气呢 面对调解员的询问 丁小红起初并不愿说 在调解员的追问下 丁小红才从包里拿出一份体检报告 调解员粗略看了一下 发现确实是陈磊身上有些案情 而丁小红则表示 在自己和陈磊交往的时候 陈磊向自己隐瞒了这一事实 直至两人结婚 自己才发现了这一情况 对于欺骗自己的人 自己不会原谅他 如果继续和陈磊在一起 自己对未来生活看不到希望 于是自己找陈磊理论 双方大吵一架后 自己便收拾东西离开了 而自己还没起诉陈磊骗婚 陈磊却先起诉自己了 这让丁小红感到十分生气 丁小红表示 自己去了解过 陈磊在婚前隐瞒了这一真实情况 本身就是有过错的一方 自己是可以要求不退还彩礼和三斤的 如果是我的原因 我是愿意退还全部的彩礼和三斤的 丁小红表示 自己最开始对陈磊也并不这样的 而是安慰他 然而陈磊几经治疗后 却没有任何的好转 这让自己完全看不到希望 所以自己才离开的 那么 丁小红和陈磊现在的矛盾这么大 丁小红的父亲是什么看法呢 在电话里 丁小红的父亲表示 自己劝过女儿不要离婚 既然当初选择和陈磊结婚 那么应该两人齐心 先去把病治好 再说了 现在医疗这么发达 只要去治 肯定还是有希望的 而对于陈磊一家 丁小红的父亲也是赞不绝口 他表示 南方一家都是很本分的人 自己和他们见面的时候 也觉得十分满意 所以才放心让女儿嫁过去 对于女婿陈磊 他表示自己是相当满意 陈磊不仅为人谦逊 还彬彬有礼 现在女儿执意要离婚 自己也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说女儿已经长大了 有了自己的想法 自己作为父亲 虽说是长辈 但是却不能将想法 强加到女儿身上 这次不管谈不谈得好 财礼一分不退 而且还要告他试骗 然后还要倒给他20万 他是这个诉求女儿 对于女儿要离婚 并且表示不会退还彩礼和三金 父亲丁海华也表示 女儿的想法是有点过激 但是既然是女儿自己决定的 那么自己也无法干涉 双方现在已经到了对不公堂的地步 那么一切都交由法律来判决 严谦父亲这么说 丁小红表示自己不会改变主意 这婚事必须离 该要的精神赔偿 自己会去争取 而陈磊作为过错方 自己是不可能退还彩礼和三金的 这段匆匆而来的婚姻 如今又匆匆结束 两人也因此对不公堂 这让所有知情人都感到不可思议 这段婚姻最终会走向何方 也许只有两个当事人才知道 关于这个故事 你们怎么看 陈磊是否应该向丁小红 赔偿二十万的精神损失 欢迎留言讨论